为了庆祝祖父母节 水里香商案社区 日前特别举办世代融合活动 公妈听孙最高追的活动 并押请许多表演团体 到场表演给长辈来看 很高兴我们今天来办理 县府的世代融合 公妈听孙最高追 最主要就是庆祝 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 祖父母节是 今年是8月23 我们提前来庆祝 那今天除了是我们 关怀据典的这些长辈之外 我们也邀请 俊坑国小的小朋友 还有老师 另外今天很难得 有嘉义来的游客 他们一起来参加 让我们今天的活动 能够更热闹 那希望说透过这个活动 让我们亲子之间的互动 能够更好 特别是三代之间 新议员肖志全相当肯定 社区发展协会的用心 不但配合孩童来做活动 现场也相当热闹 表演也非常精彩 也期望基于活动的举办 能够让祖孙间的情景感 更为融洽 我们上岸社区 办理祖母节 配合我们 俊坑国小的孩童 一起来办做活动 可以先看到现场 除了社区长辈 敲锣打鼓 孩子们也展现 他们平时 平常所学 他彼此 因为今年 一时的关系 他把父亲节 母亲节 延宕的一些节目 在今天来做 重温的花卫 希望活动进行以后 让他们感情 能够更为融洽 议员陈初来指出 祖父母节的活动 最主要就是透过活动 来促进祖孙间的情感 而这类的活动 大部分都在祖父母节 才举办 陈议员也建议上级单位 能够多多举办 这类活动 那祖父母节的活动 最主要的就是 邀请家中的阿公阿嬷 到上岸社区这边 来观赏 社区所邀请来的表演团体 有旗鼓 还有其他社团的表演 那最后也是有 小朋友上台表演 给阿公阿嬷 来观赏 像这种能够增进 祖父母的 这个与孙子的 这个感情的活动 每次都是 差不多是祖父母节的时候 才来举办 所以在这里 建议我们的上级单位 能够注重 亲情的这个活动 在活动中 有军坑国小 带来简单的戏剧 社区志工 带来精彩的打鼓表演 都让社区长辈们 看得意犹未尽 议员们感谢 社区发展协会的用心 也希望能够多多举办 这类的活动 促进主书间的情感 记者邱平一 学理采访报导 散众 优独播导